5月13日周四,毕市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公布本省疫情的最新情况,在过去的24小时内,省内录得587宗新增确诊个案,累计个案总数增至137810宗,进增5宗死亡病例,死亡总数为1632人。 目前有413名中原患者,当中141人在深切治疗部,本省现有5887宗现存个案,截至5月12日,233万5513人已接种第一剂疫苗,其中119691人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